美国宇航局行星科学主任说 星期五划破天空 在俄罗斯乌拉尔山上空爆炸的巨大陨石 是一次特例 美国宇航局行星科学主任吉姆·格林 说这类火球每天都有发生 但多数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因为他们或者坠入大海 或者落在偏远地区 十吨重的陨石照亮了早晨的天空 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居民一片惊慌 陨石爆炸释放的冲击波 震碎了玻璃 破坏了建筑 并造成1100多人受伤 内务部说多数伤势都是由非箭的玻璃造成的 俄罗斯科学院说 陨石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的速度 至少有每小时54000公里 就在陨石坠落的几个小时之后 代号2012DA14的小行星 与地球擦身而过 两起事件没有关联 美国宇航局说 这颗45米宽的小行星 距离地球表面最近的距离 只有27000公里 我们在这颗45米宽的小行星